字幕 李宗盛 上一堂个 讲到电子波 这个平面电子波 基本上面如果我们把 我们把电厂的方向 定为S轴的方向 这是电场的方向 那这个电磁波呢 是沿着Z轴在传递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依照这个电磁波 整个在一个 Source 3 然后 飞倒起 的Simple Media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这个电磁波 可以把它写成 它的方向 是等于 I的方向 然后 它的 时间空间的部分 那你如果把它改成Facial 变成Facial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 这整个的电磁波的部分 那时间的部分已经拿掉了 因为你把它当成是一个Time Harmonic的 所以我EXZ的部分 可以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沿着正际方向在Propagate OK 另外一个是沿着负际方向在传递的 那沿着正际方向在传递的部分 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10正的EJ 负JKZ的部分 然后沿着EX负的部分 再传递的就是JKZ的部分 OK 那这两个东西 全部是满足 它是满足 Wave Equation 好 好 好 那我们说我们基本上面 在沿着正的 Repropagate 那这个是负际 那这个是负际 那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正际 Propagate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回归到 EX 然后 基本上你把它回归来 这其实就是 I的 EX正的 ZT 跟 EX负的ZT 那EX正的ZT 的部分 你把它转换 就是LiPort OK 好 E0正 EJKZ 然后E 然后J Omega T 这是负的 所以 你马上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就等 E0正 Cosine OK Omega T Omega T 减 KZ OK 这是 在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看到的 Omega T K 其实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电子波的传播的速度 Omega T 除以K OK 那我们平常 在真空里面的话 就是Mu0 一雄零 分子一 我们叫它是 因为你是跟Face有关系的 这是它的Face OK 所以叫它叫做Face Velocity 那也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讲过的一个结果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的整个电场的部分 我把它画成有一个Face好了 这样子 免得你们误认为说一定是从零开始 这是我们的电场的部分 那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去把 E X 负 Z T 把它写出来 就是E 0 负 Cosine 的 Omega T 加上 K Z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整个的结果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也讲了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电场了 那你就可以对应的去求磁场 那对于整个的电场跟磁场的部分的话 我们说电场 你把它刻以后的话 是等于负 Z Omega Mu 0 H 的部分 那这个 H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的话 那 H 的部分 我们针对 E X 负的部分 你就可以有这个 H 负 Y 负的部分 对它对应它 就变成是 E X 负 它得到 那这个的结果 那这个的结果 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知道 它是 E 0 分之 E X 负 那其他的 Component 都是 0 所以你看到了 对应的这个 E Y 的部分呢 就很简单的 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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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它是 H 它是在 Y 轴方向 它是 Y Component 的部分 那其他方向是等于 0 的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全部 这个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整个结果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 由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很简单的 我说假设有一个很均匀的平面电子波 那你 E 我也知道它是 是在这个 E I 的方向 那它呢是在完全没有 Loss 的 Median OK 那首先你自己要对这个物理 你要有一点点的概念 什么叫做 Loss 的 Median 我更清楚一点的话 就是一个 Loss 的 Simple Median 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说如果在这个条件底下 H 等于 4 这个介质 那μ R 等于 1 μ R 等于 1 相当于它是美磁性的 然后呢 Sigma 是等于 0 这样的条件底下的话 那我说它在这个运动的话呢 它是沿着正继走的方向 那我现在我说光这样的一个系数的部分的话 首先你这个系数你其实依照我们刚刚所得到的一个结果的话 我说我如果是用一个 Cosine OK 然后当作 Reference 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是等于 10 然后 Cosine Omega T 减 Kz 那它可能有一个 Phase 而且呢 而且呢 我们知道说它是在正X 方向 所以我们这个是 I 的方向的部分 这是 我们从刚刚的这个 昨天讲的部分解出来的结果 那在这里面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 Y 角 Y 角 的部分 就是决定在 当你时间等于 0 的时候 Z 等于多少的时候 Z 等于什么位置上面 它的值是多少 那换句话说 我说 T 等于 0 的时候 那这个电场 在 Z 等于 好 假设是 8 分之 Pi 8 分之 1 的位置上面的话 那它的电场是等于多少 那这个值 我说它如果是 10 的话 OK 那换句话说 它是 X 方向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Initial Condition 这是我们所谓的 Initial Condition OK 那换句话说 如果依照这个 Initial Condition 你就可以把 这个 起始的相位把它算出来 你把它计算出去 cos T 等于 0 Omega T T 等于 0 减掉 K 乘以 8 分之 1 加 Phi OK 它基本上要等于 1 所以 Phi 的部分的话呢 很简单的就是 8 分之 1 K 那你也很清楚的知道 我这个整个的电磁波的 这个 随时间空间的变化的部分 就可以写成 I 10 Cosine 的 Omega T 减 K Z 再减掉 8 分之 1 OK 这是第一个部分 你 对 这是我们能够知道的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一件事情啊 这个 K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说 K 啊 K 呢 跟 Omega 之间 就是这个电磁波的传递速度 我这边应该要把它写一下好了 就免得你们误会 V 是等于这个是 再真空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你现在 你一熊是等于4 mu r 是等于1 所以你现在你可以知道 你的 K 值 就是 Omega 然后乘 乘上 mu 0 mu r 一熊 0 一熊 r OK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等于mu r mu 一熊的部分 那 换句话说 那 换句话说 我们知道 它其实不是在真空里面 是在一个介质里面 传递的情况之下 那你这个 K 值 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看你的 Omega 是在哪里 那我说 Omega 我们只 假设我们的频率 Omega 是等于 2 pi 乘以10的八字方 很好 如果现在有的数据 是这个数据 OK 那你就把它带进去 这个就变成是 2 pi 乘以10的八字方 然后 速度 C 是 3 乘以10的八字方 更好 一熊 r 米 r OK 那 换句话说 这个就等于 4的部分带进来 那这边就变成3分之4 pi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 K 值 那 K 值是这样子 你把它带进来 我们的 Phi 角的话 8分之1乘以3分之4 pi 也就等于 6分之4 pi 好 所以 有这些 Nitial Condition 你非常清楚到说 这个电池 波的 电场的部分 是等于 它的 Ampitude Ampitude 多大 你可以给它 但是 我可以知道 它是 它是沿着 正 X 方向 然后 以 这个 Wave Vector 是 3分之4 pi Z 减 6分之P 加上6分之P 在 移动的一个 这个 电场的部分 所以 依照这个电场 你写出这个电场以后 你自然而然 同样的 我们说 电场一旦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对应到你的磁场 所以你的磁场 你可以 对应到 Y 轴的 Component 的部分 那磁场就出来了 那 eta 分之 1 X 正 那 eta 的部分 这是在真空 是10 那 eta 的部分的话 是等于更好 一小分之Mu OK 那这真空的部分 10 是等于更好 一小分之Mu OK 所以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在这边的部分 我们的 eta 你现在Mu 是等于Mu 0 一小分之Mu 是一小分之Mu 乘上一小分R 所以我这边 其实在真空里面 不要把0放进来 你们会 in general的Case 会做 所以在这里 你就看到了 这边是等于 1 一小分R 然后一小分0 1 X正 OK 可以放一句话想 这个 1塔0 是120 Hi OK 1塔R 是4 開根號 所以 1 X正 把它放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 你的这个怎么 对不起 应该是 这个应该相反 我把它写反了 等一下 它是 因为它是1塔 一小 没错 但是 看 它是在分母 所以它应该是在分子 所以这边是反了 这是120分之1 所以这边是120 Hi 然后 所以 你非常清楚的 这个就是等于 60 pi分之1 X正 对 把它带进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 现在是在什么 Y方向 所以电场跟磁场 你就可以得出来了 那 以后 任何的一个 条件给你的话 你就可以 把这个形式 跟这个形式 要都能够写出来 这是 我们第一步 要学会 你要怎么表现 你的一个 电磁场 的情况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把我们 刚刚 所讲的东西呢 再更进一步 把它再 generalize 那 其实这个 这个简化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电场的部分 它是沿着 正X方向 然后 在 它的电场方向 然后沿着Z 在正道 哎 方向propagate 的部分 那假设 我是一个 ingeneral的 case 那ingeneral的 case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呢 我说 我根本 我的电场 它可以是 SYZ的component 那换句话说 E0 这是它的amptive 然后E-K K的部分 你现在因为 你是 XYZ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说 它的电场 随着 XYZ在改变的话 那这边 不是只有 K方向 你还记不记得 你在解 Wave Equation的时候 这个K平方 是等于 KS平方 加KY 平方 加 KZ平方 然后 因为我们是 X方向 它在沿着 Z轴 propagate 所以这两项 都等于0了 就是我们的 Wave Equation的部分 所以你现在你要 你既然是 SYZ的函数 我根本不知道 它在哪个方向 我就必须要把 K平方的部分 KS平方 加KY平方 加 KZ平方 把它拿回来 然后呢 换句话说 我的K 基本上面是 I的 KX加 Z的 KY 加 Z的 KZ 对我们 之前在解 这个 Wave Equation的时候 然后 电场 Dela Plus 1 是等于0 这个K的部分 是这样 所以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K的部分 有三个component 所以你这边是 KX OK 在 前面有一个 J 加KY Y 加 KZ 这是 这个 这个 电 电子波 沿着 这个 K的方向 在 运动的 对应 这里 就是我们 好像沿着 正Z方向 因为 你看到的是 这一项 就是它沿着正Z方向 在整 它在传递的 而这个方向 就是它的 KZ的方向 那我们把它 ingeneralize 的部分 就变成是这样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正一步的去把 这个K的方向呢 我就不再用SYZ来表示 而是 这个K的方向 我就定义 它就是一个 任意的方向 而它的univator 就是N 换句话说 我一个电场 OK 我在前面 是在传导的过程当中 那我知道 它沿着正K 这个方向 再往前传导 那我的电场的部分 E SYZ 我就是等于 E0 OK E-J 那这个 这个 KSS加 KYY加 KZZ 我就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 K K 去DOT 我的R R是什么 R就是任意 一个X方位 位置 OK 所以这个就是PIC 是 K DOT 所以你现在 INGENAL 你现在是可以把它卸成 这样的一个形式出来 那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形式 对应的是什么意思 也换句话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面 K DOT R的意思 就是相当于 最后我们看到的 这个地方 K Z的 意义是一样的 那代表的是说 我有一个位置 好 那位置是什么 位置是R R的位置 如果我现在是从0点是从这里 那我R的位置 OK 那在R的位置上面呢 那 我的 K DOT R 它是等于Constant的时候 那相当于说 R是不同的位置 你可以改变 但是你的K位置 我这样讲 K 我先把K固定这样 可能会好一点 我说已经K 你已经知道说它是方位是正 K的方位是 这个电子波传递的位置是它 那R呢 是你所有 R是任意的方向上面 都可行的 OK 所以K K.R是Constant 是什么意思 任意一个R OK 然后它是Constant K.R是Constant的话 它代表这个角度是固定的 也就是 也就是 这一个 这整个面 每一个R值啊 你的R可能是很大 很 很大的位置 那 投影到K方向上面 它是固定的 换句话说 它的Face是 这个平面 这个波啊 这个波 在这边震荡的话 不管你是在 它的相位角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Constant Face的平面 K.R OK 你代表的是一个Constant Face 的Plan 那在这个平面上面 平面上面的 它的Ampitude 是多大 它的Ampitude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E0 乘上 然后 你这个Face 就是你取的 K.R Cos 这个C 它的部分 这就是你的Ampitude 在这个Face上面 那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我如果这个Pause 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在这一点上 我 E0 E 乎J R Cos 就是 这个 这个点 那不同的 不同的 電磁波的大小 那 它的值就 Face 就不同了 你要同样的一个 这个Face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它的物理意义是在哪里呢 我说 如果 在一个Charge Free的region 那Charge Free的话 Divergent的E是等于0 OK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因为Charge Free 这边就 一雄分之Row的部分 Row是等于0 所以 你现在看到 这个东西 Divergent 等于0 那就变成10 它是固定的值啊 那你要对 这个东西 Divergent 这个东西取Gradient 你的相位取Gradient 然后再跟它代表 这个Dot部分 那这个要等于0 那换句话讲 它取Gradient 再跟它Dot等于0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我把这个取Gradient OK 这取Gradient是等于多少 这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它取Gradient是等于多少 这个呢 我们 说 Fu 一规定一定有一个-J 跑出来啊 这不是向量 -J 然后K Dot 1-J K Dot OK 所以你 它跟它Dot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10 Dot K 它是等于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了 你的电场 是跟你Propagate的 K的方向是什么 垂直的 对不对 那垂直的意思就是 这个电子波是什么 重波 这个是它的传递方向 这是它的Ampitude方向 Ampitude跟传递方向是垂直 那代表的就是这个波是重波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 Transverse的位 OK 这是一个Transverse的面位 这是我们现在我们从这里面 你从固定一个方向到你现在 In General的 In General的 方向的部分 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个Z的位置 你已经被什么 被 K.R的部分 因为这是一个Face 把它取代了 那同样的到这边 这是正Z Propagate的波 如果一个附近Propagate的波 这边就变成是什么 一样的是K.R 那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正方向的部分 那负方向的呢 也就是10EZ的K.R 这是我们In General可以表示的方式 OK 那后面的部分 我们看到我们说 我们要 啊 一个体面电磁波 要入射到哪个方位上面 那你就是 入射的角度 就是我们的R的位置 跟我的K.Propagate的位置 都相关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嗯 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也看到的 这个Propagate 它的方向 跟时间的关系 相位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说 这个电磁波的方向 我说在某一个位置上面 这电磁波的方向的部分呢 你可以是固定的 那就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情况就是说 哦 我这个电磁波一直都是 ZX的方向 OK 沿着Z方向在传递 那这个波呢 其实是 上下在震动 随着时间的关系 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电磁波叫做 它其实 它的方向 是固定住了 OK 那它呢 就叫做线偏极化的电磁波 那反过来 有固定的话 就一定是 有随着时间改变 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下 如果它是 随着时间在变化 那随着时间在变化呢 我们就举个例子 我现在我是 我这个电磁波是往前运动 那我的Ampitube呢 刚刚是什么 刚刚是只有这样子 的Ampitube 随着时间 那就是Linear波来 但是 如果 我这个电磁波在传递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电场的震荡方向 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那我就看一下喔 以我的手 是我的电场方向的话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在震荡而已 那你就是Linear波 那我现在呢 如果是我一边往前传递 一边是 我的电场 它随着时间在改变 OK 这就是我们接着要探讨 你现在可以了解吗 电场的方向原来是真的 只有这个方向而已 那随着时间 随着它在往前 pop up get 它可能一下正 一下腹 OK 只是一个方位而已 但是 如果随着时间 它不一定方位是一定的 方向不一定 它会随着 都是跟它垂直 我们已经知道电场的方向 电场的方向跟你 往前pop up get 的方向一定是垂直 但是你垂直的方式是什么 我这样也垂直啊 这样也垂直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 这样子的垂直 一直在往前 那我就变成是什么 这个里面 就可能包含了是 原偏辑 跟火原偏辑 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 那我们接着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 什么时候是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是这种 大家了解了吗 好 那 你现在你看到了 啊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 A的部分你已经 非常清楚了 那B的部分呢 它会随着时间改变的部分的话 首先 我们看到我们的电场 我们看到我们的电场 它那是I E 1 G 加上 J的 E to Z B 换句话说 我已经 把我可能的改变啊 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我不管 但是我知道我的电场 是可以投影到 是可以投影到S轴跟Y轴上面 OK 有没有问题 在任何时刻 在任何时刻 我也可以把时间的FAT加进来 这样 那你现在也看到的就是说 在某一个 固定 固定 时间了 时间固定了以后 那你把FAT 带放进来的话 你就变成E Z 就变成I E Y Z 加J的 E to Z 这是你的FAT的部分 那我说 假设 OK 假设是什么呢 我去看 我去看 我S轴的方向 跟Y轴的方向 的电场的大小的话 我说 如果 Y轴方向的 component 是落后 S轴方向的component 2分之π 那就 这个 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说 Y轴是落后 S轴 2分之π的话 那你现在 你的FAT E10 本来E1Z 是 -J KZ 的部分 他落后 他 2分之π 所以 E -J KZ 他 落后 他 2分之π 那他是不是 要有一个 FAT 他是 比他 落后了 2分之π -2分之π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好像很 很trivial 就是直接就写下来 就是直接就写下来 对不对 所以 这是 Y component 落后 S component 2分之π ok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把它 更进一步的写上来的话 就变成 I 10 E1Z E-JKZ 然后 这个是等于多少 1-J2分之π 等于多少 今天几号 今天几号 28号 这等于多少 他等于多少 他等于多少 28号 有没有人来 蛤 十二楼 柳一楼 他 您要 哪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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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一楼 哪 一楼 哪 一楼 哪 哪 一楼 哪 一楼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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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它是等于多少 负J 所以你现在变成 J 一二G的 一 J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说 如果 E1Z是等于E2Z 它的大小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是 E1 0 然后 I 减J 的 C E2 Z 那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 基本上面 这个值的部分 这只是你的非手而已 那 我们如果把 这个部分 换串成 回来 你把 REAR PAR 取进来 EZ P 取进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变成 REAR PAR的 E1 0 然后 然后 J J J 方向 E E负J KZ 这个放进来 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在I component的部分 E1 0 的cos Omega T 减KZ 然后在J方向呢 他就变成 还是E1 0 然后 他是cos的 Omega T减KZ 再减掉 2分之π 那实际上 这个东西就是 Sine的部分 OK 那你现在 你看到了 如果我把 X Y Z是这个方向 那我Y把它 放到 还是把它 SY放在 这个 正常的位置好了 你们 议会 那你就会看到 就是说 I I方向是 E1 0 这一方向 也是E1 0 那你合成 的部分 实际上 你看到你的total的电场 这个就是你的total的1 OK OK 那他有一个uncle 这个是你的 阿华脚好了 那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的 椭圆片极 颜片极化的部分 就是说 随着你的时间 你的omega t 会对应某一个z值 你的omega 就是阿华脚是omega t 你就越来越大 那他基本上 他就是 这个是 我们的total 给方向 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这个右手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他就是 我们的 右手 你可以指出来的 所以他是右手 右旋的 偏极化 OK 所以z走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那你电磁波 在沿着z走方向 走 这个电场呢 是这样子在 跟着你走 那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往前走 那我原来的电场 是这个方向 我往前走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 我是可以用右手来表示 我的电场的方向 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 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呢 假设 他是超前他 二分之π 刚刚是y component落后 x component二分之π 如果y component超前 x component二分之π的话